老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我也想 我也想这么做 没事的时候 帮了另一半吃家务 他做什么事 后来直指他一下 往往生意 就是在临城 哥哥周边城市跑 回家的时候很少 有钱顶天立地是条龙 没钱窝窝囊囊是条宠 这男人还得失忧有钱 不然连老婆嘟揉不住 今天来乡亲的沈大哥 前妻嫌弃他 没钱离了婚 自己带着三个孩子闯大 混了九年 终于小有成就 昂首挺胸就准备找个老伴 把善良放在第一位 因为每个人都是 人之处性别善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有个 八十岁老妈 我还有三个孩子 沈大哥今年四十五岁 年收入三十万 九行老板有三个孩子 大哥说了 他相亲最大的要求 就是人的善良 毕竟他上有老下有小 一家五口嗷嗷待哺 没个好心肠的 这也照顾不了啊 一个男人得有一个经济基础 谁嫁给你 你不能让这个女人受苦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人家你三个孩子 一个老妈 对不对啊 谁会嫁给你 所以就把这个放弃了 就是一心就这样赚钱 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 大哥觉得自己现在的收入 可以支撑起一个小家了 这才敢出来相亲 这没点实力 可不敢出来 和人啊 今天的大姐 是个家政公司老板 刚进店 大姐这还在直播呢 直干啥呢 直播呢 哎妈呀 这大姐一看就是个射牛 那话卡卡就来 一点不带些的 见面一聊 俩人有一个没相中 老铁们可以来猜猜 究竟谁没看上谁 就给我第一感觉 跟我心说想的差一点 差在哪 然后就是有喜欢 就是个儿高一点的 大哥这身高不够 咱也没找啊 咋整呢 现在去街谷还来得及吗 要不说打拼的女人最亮眼 这想法也确实不一般啊 海过天空平月 天高地远任鸟飞 大姐就喜欢往外跑 各个地方都撸到了隔边 溜的时候 旅游的时候 就是拍给自己 最喜欢旅游 年年代走几趟 旅游都去哪的 去年去年是县了 旁走福建 然后就进出就是 三角龙湾了 那个千山了 几乎反正跟你俩 几乎都走了 我也爱旅游 周边的这些小城市 什么菲律宾啊 马里西亚等等吧 泰国啥的 这都没找旅游呢 我也喜欢旅游 你是年年都会去吗 我年年都会 这简直是观公面前耍大刀 降维打击了 你这大哥的周边 小城市咋这么高端呢 跟大姐差的有点大吧 要不然还是 多在国内走走吧 大姐说自己是因为压力 太大才喜欢旅游 平时一个人分之极小 个个都得演的人模人样 不旅游真不行啊 这不得直接抑郁了吗 大哥一听这话 那当场就十分的有感触 你这老妹说到我心坎里了 选择旅游就是整个人的 就是生活压力太大 那天小老妹从事好几个色 员工面前是老板 老板样 然后再去谈判的时候 跟在跟谈的时候 咱也有个样 回家的时候 还有大爹的妈 有的时候压力挺不大 有的时候咱啥都不想的 人家说看不见媳妇房 眼不见媳妇房 走出去来好 啥都不想的 特别开心 哎呀那种感觉真好 就是放松 因为这么多年报 什么事都自己看 因为我在这个城市 没有亲人 就自己 所以说溜到十万 好像能发现 特别放松 什么都不想 这俩人的经历 可以说是复制粘贴 简直是天作之和 但问题就出现了 都是在外打拼 那和谁来照顾家庭呢 男人嘛 这个以事业为主 这个是我觉得吃假 孩子啊 就是特别是现在单身 想象自己过得好日子 孩子跟着自己不老追 就是我们俩共用的这一点啊 因为我都在什么 所以我都说 在亲人啊 面前像样 所以说你得拼搏 要不说 你俩复制粘贴呢 大哥也想找个居家型对象 做做饭 操持下家务 我这人吧 就是争相后胜 连会一直没老 就是一直想干啥 但是现在 是一个女的 在外面干啥 太帮我们了 所以说 现在有这想法 找个对象 所以人家在身边 陪着我 就是鬼的累的 做着饭啊 或者是帮我 我家 就是有的时候 干活没有难点 工具还开着都我拉 太累了 就是身边 就陪伴 就是互相照顾一下 我然相似的人 适合玩弄 互补的人才能中老 大姐表示 我干了这么多年 就想找个能够家 照顾我的 你看你啥时候 能回归家庭呢 没想到 当时没想到 因为现在 也没那么想过 这次相亲 真就是卖场上撒谎 空扑一场啊 要我说呢 这大哥看起来 也不是居家型 太过于相似 也不是什么好事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 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想找老板 必须得信任 他拿不拿是他的事 那你自己是你的事 对啊 我就得考验 你防御他 谁能跟你俩在一起 我的妈呀 那是防御 搁这个东西就满意了 如果要是说 从小夫妻 你绝对不得有这种想法 就用从小夫妻 我就大杀手 这天 跟你说 头二十年 我就手里 要我五六十八 没呢 四小夫妻还是这样的事呢 那你就都不用 你就不用找了 你自己都还好啊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 占小便宜这个事 就占小便宜这个事 我是绝对干不出来 我也不能干 我也不会干 我要是说没有了 我就说 谁谁谁 就是你姓啥 我就跟你说 老张啊 老李啊 那我拿买烟去 我拿买正买那个去 那我肯定是这么做 我肯定是光明正大的 从来 指定不再说 像你想象那种女人 绝对不是 你拿钱当回事 先就发生 我就是拿钱不当回事 别看就是没有钱 没有钱拿钱也不当回事 但长两回我就破产了 半路夫妻难交心 婚姻越过越就心 夫妻各自留一手 相互算计存借心 三五大妈来相亲 上来就开口闭口 钱钱钱 问要多少 还死活说不出个价 是不是怕要多了 下跑金主 要少了又怕自己 赚的便宜太少啊 可惜你今天算是遇错人了 大爷曾经也是 吃大情场的风云人物 吃过的亏 比你吃的盐还多 怎么可能轻易上钩啊 刚是啥不要 后来啥都要 都要啥呀 最多的我跟你说 工中领的 一百七十万 干啥呀 干啥呢 你就要这些玩意 你给算不给拿到的 完了我给他算的 买一套房一百平的 一万多钱一平的 这不就一百一十多万吗 完了金人手势 还不得个五万六万的吗 完了养老包钱给交上 二十多万给交上 还有个四五十万块钱 寄用给还了 看来大爷是真有钱啊 为薄老你有遗秀 上百万都能轻轻松松往外掏 就这傻机你不当冤大头谁当啊 可大爷说了 虽然我才是一锤牛逼 有的是钱 但也不能拿我当二百五啊 想想曾经在感情路上 踩锅的坑 爆锅的雷 大爷更是憋了一肚子邪火 现在闹起来 依旧是恨得有个仰呀 谈到昨天刚向的老伴 大爷更是无奈 有一个那个是一个朋友给接受的 张嘴就要了那个什么十多万块钱 我说成了给你十万八万的无所谓 你就刚刚一见面 你就张嘴要这些钱 我接受不了 就老大了 要不说东北最大的吉祥物 就是傻袍子呢 从哪挨打的 就必须再回头看一看 好在经历多次被骗后 这回大爷终于涨机型了 销钱花点无所谓 但是财务部长的位子只能我坐 当然咱也不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毕竟实力也不允许啊 叔叔说那如果再找的话 你会不会在钱上有建议啊 这点 比如说钱得你管着啥的呀 你还不害怕呢 我钱最可能不能杀手 有时候有点杀毛病了 排票就走了 我这人还怪你 你不要人还给 你要吧 有时候还不给 要的时候就怕他图你钱 对 不要的时候你就觉得是真心 对 别人给我接受 我问他的事小 我问他能不能开车 他说不能开 要开能开车 买车呗 除外的礼物那些 这不还方便 那叔叔我知道了 其实你内心吧 倒不是很在意钱 但是就是怕他图钱 你便拿了250 有的拿你钱 偷你钱 你还不知道 谁傻呀 一回两回也不知道 那常了 谁不知道啊 看来大爷这回是真长迹行了 既然如此 那就看看今天的大妈 有没有能耐 让大爷甘愿往外掏钱吧 接受一下高秀范阿姨 李景富叔叔 你好你好你好 你走吧 就是宅宅点 里边就是宅宅住了 我这没老保 孩子们大伙的房子 齐得齐得就买一套房 完了初中午 变好老保了 把月现在能整个四千四五千块钱 哪个房子是一个月四五千块钱啊 就是家在一起 也想能达到六千 我那天没啥听明白 房出租 我收房费 你也收个五六千块钱 这咋还不明白呢 几套房子呀 你管他几套吧 他住就那些钱 一听大妈要打探自己的家底 大爷立马警觉起来 不过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的 听到每月有五六千的租金 立马就判断出 大爷的房长肯定不止一套 于是赶紧问大爷 对另一半的要求 看来 今天这位大妈也是大闺蜜洗草驴 不简单啊 对我好的 你要成天给我俩干账 能不能给她吗 成天揍我 成天欺负我 太能揍你 太多了 我马上想你 找几个了能揍你的 好几个了 哎呦我天哪 他不揍我 他又来揍我 怎么那好像不行 对啊 那能行的话 不是一个成功功 掉皮大爷给他买着 房子给他买着 农村房给他盖上来 完了我愿意给他 一千块钱零花钱 完了成天偷我 要我逮住了 偷你啥呀 偷我钱嘛 偷我啥 我别的都不去 大妈又不是设施卫生的小姑娘了 就别在这装单纯了 厚道的老伴 不就是天天算计钱吗 除了偷钱 他还能偷啥 这时大妈也当起了吃瓜群众 我们这偷钱的 假设我你们家 理想我那钱都是 那那个哥的 敢卖货 敢没有 看不了钱 只能往处花钱 后来我就发脚了 这回我就揣一块蛋里头了 揣一块蛋一天 就要欠起来 我一然后起来 起来就uję我的蛋 完 직哪里ели 一叉钱 钱就不对了 那钱都要说的 那都卖八九八 一千瓷块一天 完了没钱 看不上钱 那他是不是第一位是 钱给他管了 也没到时候还是给你管 大爷这头是在吐骨水 大妈听的重点却都在钱上 一听大一天收入竟有一千多块 立马精神了 别看表面风平浪静 内心已经风起于游 最终还是憋不住了 于是直接开门见山 我要是找另一半的 首先他得对我爸好 经济上 就是说我也不喜欢管 我得花销一切都是对方 因为我现在啥都没有 那我找一个男人 给我一个依靠 给我一个保障 保障得要多少钱呢 得需要多少 不是说我需要多少 那我后半生我得活 你活得多 需要多少 那我能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这事可慢慢来 都是千年的狐狸 就别在这揣着 明白装糊涂了 自己日常花销没数吗 这个问题你要是不说明白 大爷怎么知道 他这根城能不能担起你这个土 他没数 两千万也不是也不够 那你那是说话抬杠了 你得有个数 不是说话抬杠了 你一生没有点儿 跟那个能一样吗 那咋不一样呢 那咋不扯呢 你就是你的生活 你这里头那些事多了 我这事我经过太多了 那是你经过 我还买车 你跟老爷要给我拿点钱吗 你不拿 排片你走 人家就说了 我最近这两天投资一个项目 你得给我拿个五十万 谈不到那些 那你说你这不说 你这我啥知道去 我咋说呀 那你看你不说 你这玩意无敌 无可理 大妈 你也别怪大爷啃着鱼骨聊天 话中带刺 咱不说出个具体数字 你让大爷怎么跟你往下落啊 还说大爷抬杠 你倒是别装傻充愣啊 看见大妈这头问不出个一二三 大爷无奈又了解了曾经的故事 跟你说有时候那钱 就塞到哪块 塞个五百六百 就当没那回事 一砍一下就漏馅的 经历过多次感情欺骗的大量 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 总是想着法的对齐进行 矮的考验 一听大爷还有这心眼 大妈坐不住了 想找老妈必须得信任 他拿不拿是他的事 那你自己是你的事 对啊 我就得考验 你防卫他谁能跟你俩在一起 我的妈呀 那是防卫哥这个东西就没了 如果要是说从小夫妻 你绝对不得有那种想法 就用从小夫妻 我就大杀手 这天啊跟你说 头二十年我就手里 有个五六十八 嗯 没了 从小夫妻还重要是 那你就都不用 你就不用找了 你自己都不得好啊 比萨鞋塔贴对脸 真是鞋门了 深正不怕隐个鞋 你急什么眼啊 大爷要是不提防 怕是早已经被扒的裤衩都不剩了 虽然大爷的做法有些欠妥 但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你到底是为啥急眼 我还真是没看明白 你这钱咱就搁着 就是说 占小便宜这个事 就占小便宜这个事 我是绝对干不出来 我也不能干 我也不会干 我要是说没有了 我就说 谁谁谁 就是你姓姓啥 我就跟你说 老张啊 老李啊 那我拿买烟去 我拿买这买那个去 那我肯定是这么做 我肯定是光明生大的 从来 指定不再说 像你想象那种女人 绝对不是 你拿钱当回事 先就发生 我就是拿钱不当回事 别看就是没有钱 没有钱拿钱也不当回事 再整两回我就破产 没钱当回事 那你还句句不理钱 到底是不是笨钱来的 咱无工吃萤火虫 心里明白 眼看这心肯定是成不了了 大妈又冲起了大尾巴了 临走前又送了大一堆中业店 那你就别找了 你就自己是最好的 不可能不找 你看看 你找你总这么有着怀疑心 谁能跟你俩在一起 咱没碰上 我刚才不也说吗 人和人他就不一样 有好的 但是你碰不上去 你要碰上了 你不就好了吗 你不没碰上吗 那就没办法 做个朋友吧 做个朋友吧 最后大爷的DNC相信 还是以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我们家没有任何负担 也没有任何要求 多好 就是要求三无关正 把你跟我妈好好做个伴 就完事了 我们家没有要求 行 姑娘 姑娘 你好 叔叔 你好 听你说这几句话 听你说这几句话 我真挺感动的 因为你妈妈也是你这一个宝贝女儿 我也有一个宝贝女儿 但是我这十多年也是挺艰难的 别激动 因为我原有头发生在部队里 吃喝穿的 咱们都不能差一遍 好 相处相处 我们俩 我们俩 我要是想 我们现在好像是真的挺怨的 人这玩意就是的 缘分吗 他就是搭了 是不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大爷大马来相亲 两人从相互没有演员 到认定彼此 整个过程温暖又感动 罗大爷今年67岁 退休金5000元左右 有房 在部队这么些年 当过兵啊 空八十 空军 这个是哪个当兵 就是都是在部队的时候 那能拿一个 能啊 那可以拿一个 年轻的时候也挺精神的时候 那夏儿才多大 那夏儿多大 18岁 18岁当了兵 当了几年 哎呀十多年 年轻时 大爷在外保家为国 父母就希望他找了贤惠 顾家的老婆 能给他守住小家 惊人介绍 大爷认识了与他相濡以沫 半辈子的妻子 我爸说在这儿行 因为啥呢 他家是哥们人家 他说你要找这个媳妇吧 最起码呢 你十年不在家 你再回来这个家 还是这个家 他不会像你那个赵山牧寺 找这样呢你省心 那时候你是在哪儿当兵 山西省 山西 然后我姨在吉林 那一年也就能见过一次庙 就看同学学习 有的这个生活在部队 女方在地方 在家 格外就累啊 那就别提了 那还幸亏我姨 是那样的哈 真的 这样真好 就这样 两个人彼此理解 对方的不容易 一个在外保大家 一个在家守小家 日子虽然难 但行为都非常踏实 本以为退伍后 就可以结束 据少离桌过上老婆 孩子热炕头的幸福小日子 可惜天又不测风云 还没等到退伍 老伴竟然查出了癌症 年癌症 一开始是鲁县08 第二年转病变 转到子宫 子宫里长 像猪肚不是那么大 这儿的干嘛 就皮包骨 他管吃饼块 就吃了接近 一个月27个点 那最后到一天 都吃三四瓶饼块 搞冰箱洞 不吃饼就烧场 穿衣服这地方 都不好摸 算了 烫手 因为老伴生病时 大爷还在部队 得亏得到了家里 人的照顾 人生总有太多的无奈 洗到去世的老伴 大爷眼眶里的 泪水不停地打断 这里边有心疼 还有就是亏疚 这没办法 保家为国嘛 那你自己说了算嘛 国家需要你 你就属于 为了大家 那可不 就是为了大家舍小家 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军人的责任 大爷只能也必须得 舍小家保大家 这也让他对老伴 有了更多的亏欠 从部队转移后 大爷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杂锅卖铁 也要尽量延长老伴的寿命 你看他有病的时候 我女儿在 我的事 我说不行 我这烟得活了 花多钱 烟得活了 就像一包烟那么大 没有一包烟那么满的 那一盒要一万多 完了后 他们别人告诉我 又吃别人 去围子 这时候我不说 我应该我不花 因为我也不抽烟破酒 我老张上就说 你要不叫他早就死了 你不给你吃就不给你玩了 原配复兮 真 我那下说 我说 你得 得如躺啊 回来用这名字去 谈到老伴的去世 大爷山人类下 回想自己的一生 更是感慨万千 如今已经看开所有的罗大爷 就想找个老伴他的事实都安多年 一个人有老宝的 他一个最好是女儿能成家的 最好的是死头的 干净的 立图的 实实在在能过后半生的 根据大爷的择偶标准 红娘找到了今年六十岁 退休金每月三千二百元 有房 丧偶 有一个女儿的长大吗 长大妈这大半辈子 从来没有留过长发 一是觉得短发有气质 二叫的短发干净一裸 就跟他的性格一样 杀了 风格就是挺那个爽老 爽老对 你是这种性格吗 女汉子吧 你说你是自己是女汉子 是 2013年 大妈的老伴因为脑医学瘫痪在床 不能自理 大妈毫无怨言 精心伺候了她六年半 老伴去世后 很多人都过大妈张握着找老伴 都被大妈满言相聚 只因她要遵守跟老伴去世前的约定 大爷有人约来 真的受伤 就是守了三年之后 你才决心再找 对 如今已是老伴去世的第四个年头 大妈也决定再找个老伴开始新的人生 比我大点的 找个大哥事的 是不是 大一个七八岁的 她当过病 为啥就是想找个当个病干净本分 咱们这个叔叔咱也不要求什么长的了 长的好 你有啥用 就在于这个人品 人品 对 这说的不就是咱们罗大爷吗 小红娘立马安排了两人见面 没成想 一见面 大妈就对大爷的个头表示不太满意 大爷对大妈的发型也提出了意义 要是个儿再稍微猛了点就好了 但是咱先看看 我不得意那个短头闻的 你觉得短头闻咋的 就像不说看似的 就是你喜欢女的留长头闻 对 稍微留长头一般的 虽然第一眼的演员一般 但是水不是不知深浅 人不浇不知好歹 唠唠说不定就能碰落出火花呢 她的同意那都没关系 那都没关系 我这都没事 其实这都跟一个人爱好 这边那都没问题 只要她过热情 拧成一股肠 走往后门上 去批他都行 大爷大妈的想法也是 只要两人心往一块石 日子越过越舒心 人自然也会越看越慎眼 随后大爷便带着大妈在家赚了拳 大妈这才发现 大爷除了个不高 剩下的全是优点 就只占说了 一个人把家里头收着这样 真的算挺好的了 不错了 真干净 我让你看到这个照片 这个是熟当兵的时候 那是当兵的时候 明清 当过兵 熟当的啥兵 空八师 了不起 喜欢当兵的 正好他也当兵 挺好的 了解到大爷曾经当过兵 大妈对大爷更是好感倍增 为了迎接大妈一醒来 大爷虽然不会做饭 但是还是精心准备了今天中午的食材 我也不会炒 我也不会炒 我给你整 我给你准备食材呢 没事 我来整 我这都准备好了 先把这个和这个牛肉排骨先给他炖上 甚至别炒都快 关键包饺子嘛 快 现在做呗 就是啊 现在做 关键就 这还有饺子馅儿呢 饺子馅儿 尝尝咸淡 没事 你这油哥这太多了 太多了 咱们这个是不是 别那么多 外出点 别那么那是 清淡的 叔啊 爷做饭 您做饭挺好吃的 是什么技术啊 还行吧 一经大爷都把材料准备好了 大妈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撸起袖子就开干 这让跟着忙活的罗大呀 找到了曾经世区的温馨 感觉他整那 我洗一涮 把他整掉了 嗯 听我的 这属于老伴去世后 都十年了 都没有 对那时候 也没这种的感觉 通过做饭这回功夫 大爷发现了大妈的不少优点 随着接触 更是好感度不断攀升 就是不那么承 别整别擦呀 我不是 我就是习惯了 习惯了 对 我这做饭的时候 我就那么擦了 你先干啥 喜欢杀冷 干净利涩 你就吃这干活 那点子还能差两磅 我也是 你这面吧稍微和点 你有点软了 我那天因为那我看见是 今天你等我去袖子给我帮 看见是不就是那个 圆面饺子饮品条吗 这不是 太软了大哥 太软了就不好煮 好谢谢 你看看姨姨呀 什么呀 这手劲 是 没有没有 一吃它干活真麻了 看来以后 压刀的 对呀 有这个别刀也有 没事就 看来 吃不出问题 吃不出问题 一瞅它干活真挺麻的 干啥都有的 它都不用你干活 眼眼里有活就是 虽然大爷不会做饭 但看大爷在一时围着自己转 也没闲着 大妈的心也被大爷慢慢的五化了 这个男男男人不管是会不会人家的啥 做不做饭 人给你啥都给你准备了 真的就挺好的 你有这个心 对吧 你有这个心 你有这个心意 但是他说话真的挺好的 厨房的菜准备好后 大爷大妈一个赶没一个包件 顺便也烙起了家常 你也是一个女儿 也是一个女儿 女儿不在本事 不在本事 甚至一个孙女 你二人呢 我二人 一零四的吗 一零四一表的 你是离婚的 谁呀 你呀 这怎么 给一手的 你 你给我整蒙了 我二人 我是上偶的 我老公没了 我就问你 我说 我老公没了 刚才以为姨姨离婚的 他不找离婚的那些家 都不爱找 姨姨也想找丧偶的 对 我二人这样去世十年 哦 我们俩就是说你看 两人都是丧偶 都有一个宝贝女儿 更重要的是大爷很多点 都符合大妈的标准 这让大妈很是美 于是偷偷问起了 小红娘大爷的想法 她对我这样 挺好 她对我挺好 哎呀 你害羞了这是 没害羞 害啥羞啊 害羞 大哥那啥晚上问点事 嗯 你抽烟吗 不抽烟不喝酒 太好了 太好了 抽烟喝酒我喝不少 不会 不会 我就想找一个说心里话 嗯 就想找一个 实在在能过日子的 啊 啊 哎 哎 哎 俩人渡过后半 本本分分的 是吧 哎 本本分分 俩人渡过后半生 对 这个 小红娘也是这样 我略溜达 我略溜达 全我哥 溜达 溜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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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也越满 我也远起 我也我也略溜达 哎呀 俩人老年猴子 没事溜达溜达 全我哥 地还有战友 走走呗 加油老来伴 活着不孤单 满腹心里话 越聊越喜欢 话说越是喜欢 就越怕失去 通过了解 大大妈都确定 彼此就是自己 要找的那个人 而大爷这头 却有一个固热 就是怕得不到 大妈女儿的支持 为了给大爷 吃下定心碗 大妈直接拨通了 闺女的电话 大家都好好相处 是不是啊 老了找个香 香一香半个半 完 然后我们子女 也不给他们添麻烦 我们家没有任何负担 也没有任何要求 就是要求三位观众 观众跟我妈好好做个伴 就完事了 我们家没有要求 姑娘啊 你好叔叔 你好 听你说这几句话 听你说这几句话 我真挺感动的 这个因为 叔叔就是我们家 没什么说到 就是比较都比较争吵 因为我和你母亲 这个我跟你说 打断你一下话 都画公司的一落下来 这个也都是上偶的 你妈妈也是 你这一个宝贝女儿 我也一个宝贝女儿 但是我这十多年 也是挺艰难的 别激动 因为我原有头半生在部队里 所以今天这个 都想后半生找个伴 一头你妈挺能 在过日的方面 那是没说的 出感情 我挺开心挺高兴的 有一天她那个姑娘一说话 我挺感动的 爸妈闺女的理解和孝心 继续戳中了大爷的心窝子 挺懂事 像这种场面 其实头一天 有的也不跟俩表态 遇到人家这么懂情大理的孩子 咱们当老子心里特别开心 有了女儿的支持 大爷终于消除了顾虑 两人也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决定好好相处下去 只要能走在一起 咱们就是对人一负一真人 走完后半生 吃喝穿的 咱们都不能差一遍 好 相处相处 我们俩 我们俩 我要是想 我们现在好像是 真的挺有缘的 人这玩意就是吧 缘分吗 他就是搭了 是不是 缘分咱俩 有缘分 挺满意呗 那咱俩都是一样 那咱俩都是一样 那咱俩碰个北吧 碰杯 谢谢千姐 好的 辛苦了 希望你俩能好好处 好 处好了 真诚的话 也得拉不住 阿玛成 阿玛就是 请你们 哎呀 行 啊 请你们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相亲现场 就年龄和身材的问题 大姐被大哥当面嫌弃 相亲还没等正式开始 就险些被结束 但接下来 这场相亲会发生哪些转折呢 老铁们请不要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你好大哥 红娘小菊 郑宝叶 63岁 丧欧 月收入3000元 住房面积60平米 郑大哥的老伴在四个月前刚刚去世 面对老伴的突然离开 让郑大哥有点措手不及 甚至到现在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郑大哥的老伴在23年前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老伴生病这些年 家务活几乎都是郑大哥一个人承担 虽然说是苦点累点 但应该有老伴在 所以并没觉得什么 如今老伴这一走 郑大哥的心仿佛也被一下子掏空了 这四个月对郑大哥来说实在是太煎熬了 于是郑大哥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 再找个老伴开始全新的生活 现在反正站房站你站了 我多了没有 还有40个 上班还3000元 不久前 郑大哥农村的土地备占了 政府给分了一套现在的住房 另外还补偿了40多万块钱 除此之外 郑大哥每月打工还能收入3000多元 那如今的郑大哥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身体必须得好 他你要不要有三个儿子不行 都不要 我吃不够了 吃不够了 对他那工资啥子有要求 工资也没啥要求 今儿买标的名买包的那都不行 了解了郑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想起了同样家住长春市的李淑华李大姐 李淑华 李淑华64岁 丧傲 退休金2000元 住房情况 租房住 李大姐的老家在吉林渔处 因为大儿子家在长春住 所以李大姐也来到了长春 目前租了一个房子 在外面打工赚钱 对于自己在找老伴的事 她的四个儿女都很支持 姑娘儿子都支持 我同四个孩子 李大姐一共有两儿两女 她的二女儿是她从树林里捡来的 虽然后来找到了她的亲生父母 但李大姐依然坚持 把这个女儿养大成人 从这一点足以看出李大姐的善良 除了善良这个优点之外 李大姐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节俭 在李大姐租的这个房子里 除了一个桌子是自己买的之外 其他所有家具及电器 都是李大姐在座保洁时捡回来的 一分钱没花就把屋里布置得满满等等 李大姐还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 她的老伴在年轻的时候就体弱多病 所以养家的重担都落在李大姐一个人的肩上 那些年李大姐做过豆腐 养过猪养过鸡 甚至还去山上栽过树苗 鹤岗的盘山道就这事儿的 就上车呀 他这永远都扎到山剑子里去 我都跟他去 我不害怕 十多年一头的是一天一百多块钱的 他家有病了 他就吃点药 他就给我做点饭 虽然什么重活都不让钱覆干 但最终前夫还是在六年前因病离开了他 那如今的李大姐想找个啥样的另一半呢 找一个他起码是经历啥的够用 他有啥他得有房吧 他有爱心的生活还有个小狗 我家小狗还是我家老头活去养 了解了李大姐的情况 红娘觉得马上安排他和郑大哥见上一面 刚一见面 李大姐对郑大哥的印象就不错 但郑大哥似乎对李大姐并未相忠 一听说李大姐是55年生人 郑大哥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建议 听到郑大哥说出如此伤人的话 李大姐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看到这场乡亲马上要进入僵局 这时一旁的红娘赶紧上前劝说 最后在红娘的劝说下 二人决定坐下来再深入了解了解 可没想到两人这一闹竟闹出了点感觉 以前在郑大哥家里就是老伴把钱 通过这段聊天 郑大哥在李大姐的身上 似乎看到了点自己从前老伴的影子 而在接下来的聊天中 更是让郑大哥完全改变了最初对李大姐的印象 李大姐的勤劳和能爱深深的打动了郑大哥 他竟当着李大姐说出这样的话 而接下来二人聊到的话题 竟让彼此的关系再进一步 眼看着二人的相亲气氛越来越好 就在大家都觉得二人的好事将近时 不料接下来李大姐的一个问题 却让相亲的气氛瞬间转变 没想到刚一说起自己的小狗 郑大哥的态度就表现得非常强硬 李大姐只好说起他和小狗的感情 但郑大哥听完此话仍然不为所动 并给出自己的最终的态度 最后就因为一只小狗 二人的相亲竟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老铁 给我一个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东风吹 想古来 老年相亲爱随随 今天相亲可谓是金句百出 报效不断 请把下巴脱好哈 陈大呀 79岁 丧好 月退休金四个千 住房面积40平 大爷是咱节目组的熟人了 之前靠着强健的体魄 和五百零花钱把大妈拿下 可惜被异地恋给打败了 年轻人异地恋还能是个贫 老年人的沟通就不那么顺畅了 如今冬去春来 大爷又长大了一岁 看看咱大爷生活有啥变化 你看看这红烧肉 看看 红烧肉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呀 咋的 你看看 这冰箱里还真是琳琅满目哈 整这么多英菜能吃完吗 大爷说了 自己一天能吃五盆饭 吃慢慢香 身体不吃棒 哎妈 大爷依旧是精神抖走 老当一壮哈 这么优秀的大爷 对未来的老伴有什么要求呢 一个别想我个男 一个别想我孙孙大 这不你叫真正 那妥了 这要求一点不过分 赶紧呼叫刘大妈 过来看看嘛 刘大妈七十五岁 月收入两个千 要说大妈长得可待继她 猪圆玉润还肥厌兽 肥头胖儿风神戳约 咱红娘也是跳大神的嘴 不管长得啥样就是一顿花 哎呀这大礼啊 这些发带带得挺美的呀 我吃一块 嗯 脆眼 大妈真是 打猎碰到金钱豹 笑珠颜开 胸窝里塞牡丹 心花怒放啊 大妈说了 没办法 我就是爱美 你看我爱美 我的衣服都老了 在哪儿 那衣服呢 疯狂了买的 疯狂了 衣服都在哪儿呢 就这么简单 这门上为了先穿你 我也不早穿不穿你 你看着就你瞅着 来 瞅瞅 大妈房间像商店 同款一色有三件 箱子太小用衣柜 一店没它会倒闭哈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计啊 大妈说了 发卡也不少呢 你是卖发卡了 那里啊 卖发卡也没有我全的 这都是贵的 这 哪含的 大妈 你让红娘多瞅一眼呗 咱小红娘拿出一个发卡 刚想仔细瞅瞅 你就给塞回去了 拿出来一个塞回去一个 这不是笔杆的吹火 小气呗 大妈说了 这些发卡每个价格不菲 最便宜的也得50大洋 然后拿出自己最喜欢的一款 这是真难含烧的 这个主题 大妈又说了 这才哪到哪啊 我再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才艺 就知道什么是完美了 现在就是简单的谈一谈 该说不说哈 大妈谈的真是那么个意思 不像我 跟谈棉花似的 大妈虽然现在日子逍遥自在 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 大妈还是觉得 身边有个人陪着靠谱 我就是想到 75岁到80岁之间 这个因我必定身手大了 身体比较健康的 他能 从关来我 我就俩人能对 能对演员走在一起 这行啊 陈大爷身体老健康了 你看这楼梯上的 小腿溜达溜达的 不就来了吗 这不是你刚好穿这个品吗 好看好看 这不是为了这次买 买两件 你那还有那一件 你瞅瞅 大妈为了乡亲 又买两件衣服 大姐漂亮不 还行吧 还行吗 可以吗 可以 虽然大爷一个劲的说行 但是看大妈 这脸色有点不对啊 没后眼 个儿不够 领不出气 你舔了他岁数的 淘气 大妈 岁月赋予了他的皱纹 却没有将他的傲娇带走 大妈说了 陈大爷其他条件都达标 就是这演员不过关 其实大爷早已洞察了一切 直接开口就问 你小说就是没小说就说 你啥毕业的 没念书 我念你都就半吃了 你问那这种啥用啊 不是我的菜 不是我的菜 不是你的菜 因为什么呢 我毕竟是中央喜欢毕业 我还是 我还是希望找 毕竟有一点文化书画 那个首先 也一定有一个 红娘一看这可不行了 赶紧转移话题夸大哥 叫大爷吧 就大爷虽然没啥老话 但是人挺好的 就是属于那种 对老伴特别好的那种 从哪里也不同 不是我的菜 我就这么坦率 不是我的菜 我就这么坦率 不是你的菜 要我说都是花甲之年的人了 演员还有那么重要吗 找老伴的初衷 不应该是享受夕阳 相福到老吗 正所谓 老年相亲去世多 妙语连珠乐呵呵 没有演员高和睡 你就不是我的菜啊 这太标准了 哎呀 我真的 我跟你说 太标准了 就是非常符合你 哎呀妈 个的形象 哪方面 那这就简直就是完美 哎呀 太简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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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相信我 一定要看到最后 杨大妈 今年64岁 打工加退休金 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 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要说杨大妈 也算是咱们相亲节目的老选手了 因为高不成低不就 回会相亲都遗憾收场 这回相亲 为了让大妈顺利脱单 红娘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从众多老头中 选中了这位高大帅气 退休金一千来块 农村有两间大碗房的皇大呀 一般农村 我都确实 那农村有那么多人 你能抖日子 抖日子 我们感觉他住五辈子 你知道 你好 你好 脱鞋吧 进来吧 进来不用脱鞋 我们家一楼 不用脱鞋 一楼 那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么年轻 年轻 好像 脱得小成绩了 不比你小 是 你可太年轻了 不像想下的 不像想下的 可以差不多 好像是 这些的企业的人员 那啥 大哥以前是在那个长春做 怎么说呢 法律工作了 法律工作 对 看这人还可以 两人见面后 大妈对大爷是360度 无私角的满意 大爷虽然喜欢大妈 这种爽朗的性格和条件 唯一的缺点就是大妈的海拔太低 这就是小点 你不是昨天也和我说了吗 你说只要人好 其实身高也没有那么严格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太标准了 哎呀 我真的 我跟他说是太标准了 就是非常符合你 哎呀嘛 个的形象哪方面 那这就简直就是完美 哎呀 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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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就像那个开门大吉 开门大吉 完美的我有点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太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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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那儿吧 真是情人眼力出戏时啊 此时大妈的心情 就像叫花子接彩球 喜疯了 哥哥 你就是妹妹想吃的那口菜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你坐这儿 我们俩来 我那边距离太远 我再给你拿 但你这不有事 来 来来坐这儿 来坐这儿 行行行 我给你安排 行行坐这儿 你近点是吗 要不然在那隔着一个镯子 那还敢 敢跟着岛屿 不行 婉旭啊 问我就是啥想法 我第一句话 我就说你太完美了 就挑不出毛病来 就是谁看你都能相中 就是你对我 反之啥看法 说啥要求 我说大妈 行行吗 这么大岁数次还恋爱脑呢 这位黄大爷除了有个好皮囊 条件可是很一般 不信咱们走着瞧 此时大爷已经被大妈夸得飘飘然 不知所以啊 开始飘了 我那对对方的要求 原来说几句的话 跟姑娘我说了 我说这地得一米六以上 他说一米六三 或者一米六三 我没这么高 我也就一米六 你有一米六吗 一米六我好像是 好像你没有 我原先一米六 我这到四十好像紧紧点 差不多 差不多啥 你站起来比一下 你看 我也值得 这你那么高 谁能跟你比 你得一米八十多 我 一米八五 现在也不为了下一代 也不为了颜值 主要就是把人嘛 一个心眼好 人品好 你太完美了就是 我太完美了 对对太完美了 我真不是夸 就背后你们都出 我跟那男孩 把这个大妹妹说这个话 也确实 一般的那人 女人看着我 反正都能喜欢 都能相同 都能相同 就挑不出毛边 哪都挑不出 我有点颜值空 我看你出来的 大姐 谁不喜欢好怕 你 真是比萨鞋塔 贴对脸 真是邪门了 这大爷除了海拔糕点 哪个地方把咱得迷成这样啊 听说大爷生活在农村 大妈更是甘愿为了美色放弃成立的生活 身体有没有什么毛病 我三高全没有 三高没有啊 一天我们就锻炼呢 但我愿意跳广场舞 那道农村肯没有广场啊 我整 没有拉到 我还得走圈不一样 我们走圈也行 这个我还想 跟我差不多一样 你们的臀子没人领了吗 没有 就你们的臀子 没有也没人张 没人张 你像你成天跳广场舞 那也没有跳广场舞 我上那个 我临录一句 我组织团的那些 我给他们活动起来 这绝对是恋爱脑结的鼻祖了 为了彻底把大爷拿下 都已经失去理智了 要知道美好的爱情 都需要面包来供养的 我看你们还是先唠了经济问题 让大妈醒醒脑吧 我的工资不太高 你呢 我给上一退休 我两千四 那讲来的咱们的生活方式 怎么生活呢 那就过日子嘛 就心往一块这儿想 花呗 反正我这工资也拿出花 待会儿花呗 没啥买啥呗 但是我吃 你这种心态可以啊 再一个就是说 假如说大爷处好了 能走到一起了 你还需要点什么呢 我啥会不行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啥想法没有 主要人好就行 人好 这就是财富 大妈的同情打理 让大爷很是满意 与经济相比 身高上的遗憾 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感到就这个人呢 不是那么紧紧一脚啊 突小啊 或者想在男生上得到点什么呢 对 这些东西 对 我确定大妈除了贪恋你的美色 其他确实没有啥绯闻之想 至于咱有没有 那可真就不一定了 65 60 现在30了 一平米啊 交出来呗 26 26 嗯 30 36 我才1000多块钱 我买梅还花2000多块钱 现在没费呢 我才1000多块钱 那也不用你 不用你 我们都个个都有 你说取暖费也不用费 不用不用 用他叫1000多块钱 一年才那点了 一月才够100块钱 咋也都舍出来了 咱们不是谁拿都没事 我也不 我拿也可以 这个东西就啥 就是说明这个人 能把这话说了 他心很 很那啥 很畅 很畅 这样办事 啥叫也可以啊 房子让你白住 取暖费在抠嗽的 不舍得往外掏 那真就让人看不起了哈 没办法 此时大妈已经彻底文献了 别说取暖费 就是让大妈 到底也都不是事 一切谈过后 大妈终于如愿 成功把大爷给拿下了 现在就那个好好聊一聊 好 好好处着 我就 我希望早点就收拾 你俩好消息啊 行啊 有啥好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那行行行 好 那大哥咱就先走 对 走吧 走啊 谢谢啊 再见 送送 能不送呢 能不送呢 送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注意安全慢开啊 没事 看省得我们电信你 没事没事 慢点开 恭喜大妈喜提睡哥 祝福大妈早日过上向往的亲亲抱抱 举高高的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们评论区见 退休金多钱 四千四北山 你应该是 有没有 是不是公元待遇 我是正高纸 所以工资高 对对对 你那五千多吧 我七千 七千 嗯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退休金高达四千多的大爷自下来相亲 结果遇到了医学界的泰山北头 光说出工资就让大爷瑟瑟发抖 安大妈 今年七十岁 毕业于白小恩医科大学 曾在国家级核心医学期刊上 发表皮肤科医学论文三十余篇 获得国家皮肤病医疗成果奖功六下 成功治愈疑疑难皮肤病患者三千多例 就以上这些履历 成安大妈一生免疫应该不为过吧 可人家却显得十分低等 就是看病的医生 很普通 很普通的一个医生 这是哪个科 我一开始搞洗手罐 完以后也搞了一段电影 后来最后要退休 我搞了一再皮肤行病 不然真正的大佬都是谦虚的 越有能耐的人 越觉得自己涉及到的本领还不够 就比如咱们的安大妈 即使已经退休十多年了 仍然坚持每天翻阅各种医学书籍 学习新知识 上网也没有年轻人那么的傻 就是最早的第七版的那个 现在还研究吗大姐 有时候也看看 因为学习这东西不是精的 你退休多少年了 真的是年 然后退休之后也一直研究 有安大妈这样的名医在小区 周围的住户壳就有福了 隔三差五就会有邻居上门找安大妈看地 而宅仙人后的安大妈也是来者不拒 热心帮忙从不收钱 另外我学的知识吧 我也不想问关在里 真的 我要是谁有啥事我愿意帮忙 这俗话说赶早不如赶巧 红娘一听了免费问证 便立刻询问起了自己平日里的困惑 安大妈告诉红娘 虽然自己精通医术 但可惜没能救得了老伴的幸福 在几年前老伴突发脑梗离开了人世 从那以后 安大妈每天的生活 除了研读医书之外 还会在固定时间外出跑步游泳 游泳真实 我游泳我健康 我游泳我快乐 真实 陶冶情操 另外可以心脑血管都健康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人类高质量女性 什么样的大爷才能派得上他们 就是你自己能谈得来 就像你们原来不玩 讲有眼有儿 他们大伙都能说 真诚真意的对你好啊 能那个很好的 也就是过后半生 相比那些个张嘴 就要十万八万彩礼的农村老大娘 安大妈提出的择偶条件 显得格外真诚 因为人家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依附任何人 而根据安大妈的这些要求 节目组的红娘很快就找到了 一位兴趣的大爷 徐大爷今年74岁 丧偶 每月退休金4430元 平日里没啥别的爱好 就喜欢扯着嗓子唱歌 唱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唱了 虽然大爷的唱功一般 但是人家平时的生活习性特别健康 每天坚持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而之所以这样做 都是因为他那去世多年的老伴 病13年呢 我吃了13年 啥病呢 太子相当萎缩 后来老年痴在狂躁症 最后五年我整不了了 和帮我两人吃不了 我又吃不了了 看得出来 大爷是个重感情的好男人 自从老伴离世之后 大爷就愈发感觉到生活的孤寂凄凉 为此他决定重新找个办理共度余生 身体比好点的 因为我照过许多13年 这苦衷呢 是我本身指导 第二呢 最好有双宝的 第三呢 我最重的 最重视的 人品要好一点 这么说吧 就算是把安大妈除以二 再拿来配徐大爷也依然是绰绰有余 于是红娘活作安排了二人见面 可没想到徐大爷反而还先嫌弃了起来 挺好的 我感觉挺好的 要不怎么说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年近80了还想着要找18岁的漂亮小姑娘 但不要紧 安大妈立刻亮出自己的本事 狠狠秀了一波 只是往徐大爷的脸上瞅了一眼 安大妈立刻就察觉到了对方身体上的异样 专家不会是专家 瞅瞅安大妈翻阅检查报告的一举一动 是不是感觉有一股 充满压迫感的高贵气质扑面而来 相信现场秒变专家号门诊室 在看到大爷的各项体检报告后 安大妈悬着的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 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找对象 什么颜值身高都是虚的 拥有一个好身体才是关键 而另一边的徐大爷 在见识到安大妈的本领之后 也瞬间转遍了太阳 那大爷好处 起码对他本人自己的身体能调整好 要给对方人身体护育方面 他才懂得一点 能有帮助 在聊完了有关于健康的话题后 二人又转而谈起了各自的经济状况 可安大妈随后突出的数字 却让大爷直呼太可怕 你这是什么公元大爷 我们是一边 我是白孙一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正高纸 所以工资高 对对对 你那五千多吧 人家我差多 你那五千多 我七千 七千 太可怕 别说大爷了 就连屏幕前的你们听 是不是都得将羡慕打在弹幕上 大爷本以为自己四千多块钱的工资 在老年界也算得上高富帅的存在 没想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这自信的小伙苗瞬间就被破灭了 他比我高太多了 一边费钱 工资高 还有房子 你看我呢 工资 和他比是工资低 他没房子 房子给工资来 可以比不是 两楼五几个地 虽然大爷直呼配不上 但俺大妈却早已相中了大爷 只用了三言两语 他就彻底消除了大爷的故隶 你属于啊 你属于高冷人 我多说 还多说 算不中的人 我多说 不是 我跟你说 先生 你爸不应该这么考虑这问题 咱们现在呢 过了六十七十年 都是老头老派的 不过就是从事的工作不一样 那你在企业厂 这也是全部大型体验啊 听到安大妈的高情商发言 大爷那脆弱的小心脏 再次支冷了下来 甚至还当着对方的面 说起了自己的自恶观 这样的想法正好跟安大妈的不谋而合 二人之间的好感度 也随着再度生计 就刚才你一说那个对 就是说你相互尊重 相互相包容 相互相包容 如果他没一遍的话 解释了 不想留个联系方式 还行 还可以吧 但是这么的 你俩一会儿留个联系方式 是不是 行 然后你俩好好聊一聊 了解了解 就这样 二人的相亲圆满成功 不得不说徐大爷这一波可算是捞着了 就像不谈安大妈那么高的月收了 这年头去一样挂个专家号 有多好是好才 想必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徐大爷找了正好的老伴 可算是捡到宝了 再次注意二老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和和美美 幸福度过余生吧 我这个老在这生理上没病 有这个男女爸妈的虚弃 不知道能满足我 大爷大妈来相亲 大爷上来就只问主题 问出了一个让人脸红脖子粗的问题 真是坟头种牡丹死风流啊 这位深藏不漏的李大爷 今年六十次退休金每月两千九百元 有房 大叔我看这衣服这是穿旧了 还是不咋干净啊 这都是穿深藏了 这是穿旧了还是没洗是咋的啊 穿旧了 穿旧了啊 那你今天那个我看你这啥 裤子也不知道提起 那今天相亲啥的 没换过医生呢咋 咋没换过医生呢 我今天那时候是虚假的那一块我就没有 咋虚假呢 平时啥样我就啥样 啊平时啥就啥样 那不会特意答吧 对对对 大爷这不叫真实 这叫躺平百烂 长得跟花果山搬迁 给他弱下了似的 谁给你的自信啊 可大爷说了 这辈子我就没自信过 这辈子 嗯 就比如说你 你得那个半笔 你都弄了 你弄了 女的人都不跟你搞得像 跟别人搞得像 也不跟你搞得像 上中小人大事 去打烂球是 人家不太招呼我 对对 那他就不招呼你 嗯 然后你觉得心里面 就是你的歧视 一种歧视 怎么就叫歧视了呢 总不能让人家抱着你头篮嘛 这不是一软及时 不自量力吗 成年后 看着同龄人 都已经成亲生子 作为囤子里 出了名的小河童 大爷看在眼里 急在心润 大爷深知自身情况 找个理想型 肯定是不可能了 于是为了面子 退而求其次 找了个睁眼瞎 他是啥那高度近视眼的 嗯 他是高度近视 他是高度近视 嗯 所以说 我也 我也没 我说有个眼就行了 就这么 他高度近视 就是 影响正常生活吗 太影响了 老百姓说就是二生眼 啊 那小意思也二生眼 就是 半瞎不瞎 他干啥说 就是这种 两个人都因为自身的缺陷 委屈求全 婚后 前妻更是觉得 大爷缺少阳刚之气 生活中 总是有意无意的 给大爷来点小司机 过去 过去不有乱句话 话不投机一半句多 你话不投机一半句多 说半句多多 你说你说 你别说话 你能够打 是不是 所以我 上早上买菜的 我们来一走去买菜的 他买那玩意 我说大的 比如买黄 也说买大的 我也不得人家大的 所以说 嗯 啥都是 他啥都得大的 我说你这啥都得大的 找对象找个小货的 是不是 婚后的前妻如同 强悍的母夜叉 尤其大爷的小鹤头 更是让他越看越上火 最后连装都不装了 借着更年期的油头 剥夺了大爷 作为丈夫的权利 就正常夫妻生活 你没有了 矛盾就越来越多 跟我不断讲经婚 我不断讲 还是说 这像是两口 我说 正常世界的主播 就是这个正常要求 是不是 说小哥夫妻生活 对对对 他是啥呢 滚一下 人家这个死呀 这晚上才说 是不是 你再说呀 拿个问题过来 就啪啪啪 随着矛盾升级 大爷跟前妻 最终结束了这场 没有爱的婚姻 从夫妻变成了手友 你这房子 是我们单位 给我的房子 是不是 你说咋处理这个问题 我也不打扰 那咋处理这个问题 你得自己处理啊 还能我帮你处理吗 那你找老伴之前 你这些东西得想好啊 他是 比如我要再找一个 我再给这个锁换了 他就进不来了 这我说 我说翘来我就翘来 翘来之后 这东西到底会推你啊 会推你跟你 以后找的老伴使用呢 是 现在是 锁好叫 这是咋办 说翘就翘了 可拉倒吧 咱别搁这小母牛坐火车 牛逼轰轰 为了证明这房子是自己的 大爷壮了壮的 决定给前妻打个电话 你那东西你啥时候拿走啊 我啥东西拿走啊 我干啥拿走啊 你啥呀 那不我们家谁家呀 你看给吓的 就这情况 这房子的是你能说的了算吗 可大爷再三保证 表示房子问题一定能解决 奈何红娘耳根自软 还真就回去给他巴拉老伴去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刚要准备接接大爷相亲 红娘就接到了 李大爷女儿的电话 他和我妈妈是离婚了 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呢 已经也不在他的名下 任何一个人也不可以 在这个房子再娶 或者是说找了人在这儿 或过日子 所以要去住人去 现在我明白你 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态度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就是不想让你父亲找老伴 还是就是不想让他们俩住这房子 我爸找老伴可以 但是绝对不可以在我们家那房子住 李大爷闺女的意思很明确 想开春起到没意见 但想把新老伴领回来 门都没有 说来也巧 刚好给大爷介绍的这位父大妈 人家有房子 能不能接受大爷倒插门 那就得问问了 哎 哎 请听吧 哎 李志勇 李大哥 哎 父大爷你好 你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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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红娘咱这是啥眼神啊 这是一路人吗 一看就是好话缠在牛屎上 不相配 要不是要上电视 怕是大妈要起身送客了 瞅瞅大妈 连看都不看大一眼 可李大爷这头 却像腊月里的大萝卜 动了心了 直呼大妈不一般 大妈的态度毫无悬念 大爷却已经开始投入感情 还自信的表示 这姐妹已经开始在乎我了 大姐咱们毕竟见面了 咱就知道 你管我叫大姐啊 我能跟你叫大姐 我说 我都跟你叫大姐 你说我这 大姐你们94岁呢 你管你叫大姐呀 我对她称呼 我都没法称呼 你们叫大姐 大姐说啥说啥的 你说我都没法称呼 你咋没法称呼呢 我能叫老妈呢 你咋不能叫老妈呢 好意思 我都说了 我叔叔 他孩子 那他咋的 他看我老了 看我比他孙子大呀 他这个反应啊 我有一个感觉 他对我还是有好感 比方说 你跟他叫大姐 他不在义 他就说明对你有好感 为什么不在义 说明起码来讲 他说明他在乎你 是不是 真是千层鞋底做塞帮的 好厚的脸皮呀 你管比你小的人叫大姐 人家还不能不高兴 一不高兴就代表爱上你 老铁们 记住了 遇到这种人 一定要好鞋不踩臭狗屎 多远点 不信咱继续往下瞧 就说你们相对我 我有点没底 你没底啊 没底就对了 那就是说明你没相对我 这是啥呢 在相不相对我 一说话了 哥不就知道了 可是 一说话那可以 就知道了 着急 着急啥呀 真是鸡屁股里掏蛋 够心急的啊 可大爷说了 咱就是有啥说啥 任何问题都要摆在明面上 然后呢 李大爷又提出了一个甘肠的问题 我这人啊 咱说 生理上没病 有这个男女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 您能满足我 满足不了 反正正大事物的啊 咱们都不介意 就说这个 不像有个人见着 咱说 我不行 我不能满足你 再另选 我第一个苍田那 这是什么表演 咋的 在前妻那里失去的尊严 想在大妈这姐回来啊 就怕你这小体格子是铁嘴 豆腐脚 能说不能行 真是光着身子拉抹 丢了一圈人啊 看到大妈的反应 大爷这才有所觉悟 原来是自己是老孔雀开评 自作多情了啊 大爷赶紧回家跟前妻 好好过日子吧 别再出来给闺妮丢人现眼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